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你说李宗他领着兵不进洛阳城 反而扎赢了是什么道理呢 李宗派人给父皇的奏书上说的是 大军不便于进城 住于城外便于军机云云 这明明就是打了败仗不肯进城 还有脸面给父皇上书说 要去收复什么西长经 大哥 崔家公子如今死了 崔已必定是怒火中烧啊 他不进城也好 免得到时候万一崔家军来了 祸及了洛阳城 皇孙竟然传信来给父亲 想必是有了破西长经的计策 李宗在信中说 希望我能够暗中联系朝中的旧臣 将孙竟争百岳惨败一事 散播出去 使侍景相间皆以为大败是真 最好能令梁家飞涨 这样罪意动摇民心 父亲 您觉得皇孙是何计策 此人机巧善变 我也实在是看不出啊 不过 看他打算搅乱城中民心 一旦这城中乱起来 他便有机可乘 有机可乖 住宅 躲起来 reasonable 回忆回到最初那一刻 等心底的伤愈合 手紧握着彼岸的空火 执念中你曾来过 心在纠缠着意义不舍 撕裂了伤症为你活着 两年岁了而我都记得 转身回望你的时候 当一念难舍难割舍 当我为你爱过 多想牵握着片刻的温度 谢谢你 不疼吧 不疼 多想只为你活着 当记忆沉默 心已落 忘了四生离合 多想只留在 有你的一刻 我在你身边 停泊 当一念难舍难割舍 当我为你爱过 多想牵握着 多想牵握着 平刻的温热 多想此生只为你活着 当记忆沉默 当记忆沉默 心已落 忘了四生离合 多想只留在 有你的一刻 我在你身边 停泊 停泊 你要想下棋 我给你找一套便是 何必这么辛苦 自己踏墨呢 公子喜欢下棋 我曾经答应过他 一定会送他一套 我亲手打磨的棋子 阿盈 副帅终于答应咱们 可以率军出营州了 时机总是稍纵即逝 咱们可不能错失良机啊 真的吗 阿盈 我知道 这是你心心念念的 自从那个孙靖谋逆 你就想要放手一搏 逐鹿天下 问鼎九州 公子是知道我所思所想的人 阿盈的所思所想 自然就是我的所思所想 只要啊 你想去做的事情 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帮你做到 谢谢公子 既然我把这事给办到了 那上次你答应我的 可不能忘啊 我当然记得了 公子说过想要一套棋子 公子放心 等行军得闲的时候 我一定要亲手打磨一套 送给公子 那倒不用 只要是你亲自挑选出来的预料 到时候我让玉公琢磨 是一样的 那不行 一定要我亲手打磨 这是我的心意嘛 但是现在 怕是再也没有机会 当面送给他了 公子为了我 众枪坠合 尸骨无存 我现在只能为他 立一个衣冠种 为他打磨一套棋子 作为陪葬 怎么 这里都不允许吗 一定要说这夫妻的话吗 我没有说夫妻的话 公子是为我死的 我不应该为他伤心吗 我不应该为他难过吗 所以 你还是怪我没有求 你们家公子是吗 是 所以你这么伤心 怕不得跟他一起去死是吗 是 林烨 我告诉你 我一直都在骗你 我早就清醒我们家公子 所以我从来都是骗你 西长经 是我骗你去的 同关之事 是我和公子早就谋划好 我就是想骗你 想骗得你一败涂地 但是现在公子死了 我把年俊会不想再骗你了 来吧 遇到杀了我吧 你真的是知道如何让我伤心啊 所以才跟我说这话 我知道我冤枉了你 你 伤了你的心 所以你要说这话伤我的心 是吗 我伤什么心啊 我为什么要伤心 我一直都在骗你 我何谈伤心啊 我 我是骗你的 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 都是假的 可我对你都是真的 我不管你是真喜欢你们家公子 还是假喜欢你们家公子 我对你就是真心的 从第一天见到你 你把我传到井里了 那时我就在想 如此凶狠狡诈之人 下次我见到他 一定要把他传到井里 可后来我没有见到了 我本来可以对你下狠手 我没有这么做 我犹豫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在太群工 我和你打了个毒 结果我输给了你 但我心里 但我心里却有一种 一种说不上来的高兴 因为我终于知道 即使你心里也喜欢我 即使你心里也喜欢我 你心里也有我 所以你口口声声说你骗我 你不喜欢我 你说从前都是假的 我不会相信 因为你对我 你把我用心里道 下面都是真的 你哪怕再生我的气都好 不要拿自己的身作物去 姐 你身上有伤好好吃药 也不要不吃饭 怎么还没发芽 难道是天太冷了 好 桃子 好久不见 终于又见到你了 桃子 桃子 你为什么又不理我了 我帮你 桃子 桃子 Για我 这老鼠又来了 这老鼠来一次 你就发一次脾气 肝气愈疾 我真是担心你这伤啊 迟迟都好不了 心里不好受 要不咱们吃口乳糖 这老鼠也真是的 明知道我们校尉看见他 就想砸他吗 还敢拿糖呢 那咱们买药喝了 你手怎么了 没什么 破了皮而已 你这又是何苦呢 就算是公子九泉之下 看见你这样折磨自己 他也是会很心痛的 我阻止那个 给你拍了 你有一 pop 热身不就 flult 出唇的 你怎么看的 你嗯 上手 啊 可以 но枇他的 你三 arist 适当bull 都想说你就通知了 还没看到れ 我都没想到 他烦到 烦到什么 没什么 小伟 我知道你还在弃李妮不相信你 更弃他在危难的时候作弊上官 公子的死 你又伤心又自责 可你总这么难过下去不是办法 你总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的 是不是 知道了 你放心吧 咱们现在困在这儿 还不知道大将军该如何担心呢 还是要想个办法 拖身回英州 小伟 要不咱们就从李妮身上下手 好拖身回英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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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偷灯油 偷不着偷蜜糖 好 你晚上就喝了药 你饭也不吃 这样下去肯定会有双元气 我给你带了一罐蜂蜜 给你烙了个饼 你要不就吃一点 多谢黄孙关心 我不饿 你就算生我的气 也不能不吃东西 黄孙何必要这么关心一位阶下囚 天太晚了 男女有别 黄孙在这里实在不方便 还是赶紧走吧 我只是想请你留下来多待几日 你并不是阶下囚 黄孙何必要收得这么冠冕堂皇 我们家公子已经死了 何某一见女流 对于黄孙协制我们崔家军 没有任何用处 既然说我不是阶下囚 那你为何不肯放我走 因为你身上有伤 当然你如果晚来一刻 我便也已是将中冤魂 何必还要在这儿关心我 有没有伤 你就算不为我 也要为桃子想想 她趁日气得要哭 担心你伤势恶化 你说你药也不吃饭也不用 这样下去真的会伤了元气 你不要妄想用我身边的人来挟制我 我跟桃子情同姐妹 她如何我如何 我们两相自然知道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既然还剩我的气 那我先走了 不要带着怒气睡觉 对身体不好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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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什么时候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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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